中国人的口味改了吗 自然道实无忧 现在的矛盾是宫秋的结构性矛盾 现在要求更高了 而且也更多元了 饭碗里的宫起侧 八月的清晨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园 迎来了最美的季节 一夕才鸣起得很早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 能够迎来一种农作物的成熟 这是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事了 清藏在清藏高原的种植历史 超过三千五百年 高原上干净的空气 土壤 给予了它长久的生机与营养 被藏族人看作是生命之良 今天 这里的人 依然沿用最为传统的手工方式 收割秦克 拉崩村人认为 手工收割 更能不侵扰神圣的环境 脆弱的生态 让三江园地区的人们 始终对生命 生产 生态的关系 保持着最清醒的理解 他们知道 没有良好的生态 就没有生命和生产的延续 能力是一种 把自然界的能量 转化成食物的艺术 自然环境中的热量 光照 水和土壤 决定了我们食物的品质 人类的过度索取 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就会危及农业的基础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天人合一理念 是中国传统农业 最核心的智慧 今天的中国 在实现现代农业的过程中 仍然需要这些 传统智慧的引领 三江园 长江 黄河 蓝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 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江水从雪山冰封间流出 奔腾入海 养育了下游六亿多人口 人类对三江园的依偎 由来已久 如果我们真的想立体了解 国家的农业生态系统现状 毫无疑问 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 传承 自然 这些农业文明的符号 其实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 时隐时现 三江园 中国生态最敏感的一块皮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于过度放牧 丝挖乱彩 脆弱的生态环境一度恶化 鼠害横行 自然灾害频发 因为我们这个资源环境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 这个红灯早就亮起来了 现在再不计资源 我们这个消耗 不考虑环保 是不可持续的 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 需要观念制度层面的力量 才能得到根本扭转 2005年 国务院批准实施 青海三江园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 退木还草 退坑还林 生态移民 为紧绷的三江园生态 全面松绑 山江园内作为中华水塔 它的水源水质如果出了问题 对下游的人们的生产活动 生活 生态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根确尼玛家 住在澜沧江上游 湘曲河边上 牦牛是他们的经济支柱 六月初 根确尼玛一家赶着牦牛 从山上的东窝子 转场到这里 再过一个月 根确尼玛一家人 将和其他牧民一起 告别游牧生活 搬迁到移民新村 这是三江园自然保护区 实施大规模生态移民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守卫三江园这一方净土 为了中华水塔的安全 已经有近五万牧民 离开了足足备备生活的草原 除了政府推动的生态保护工程 还有一股力量 一直在为三江源头 每一滴水的命运牵挂和奔走 他们是来自民间的环保组织 现在外来的人也来了 跟着也带来了 有些垃圾也多了 这环保有几年了 53岁的永强 是南千县有名的环保人士 他在全力推动着一项环保计划 牵沿水源计划 我们还学到了这个水 也检测一下 这个人需喝的话 干净不干净 从这些角度 我们能不能留下一个科学的数据 在永强看来 大江大河的保护 首先要从家门口的每条小溪做起 他还经常带着学生 去三江园的河流中捡垃圾 开展水源文化教育活动 这样的场面 在三江园随处可见 这是人们对自然的恩赐 表达出的敬畏和感恩 三江园的水在恢复它的清澈 但中国的水荒水污染问题 却异常严重 中国一半的土地 一半的人口 甚至一半的经济总量 正面临着水荒的困扰 为了流出足够的生态用水 保证良好的自然水循环 2012年 国务院发布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明确提出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 用水效率控制 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这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 另一道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红线 但要守住这条红线 除了技术措施 我们更要重新恢复 对水作为生命支援的敬畏 台风要完了 再过几日 就是期待很久的开渔节了 但台风的不期而遇 显然打乱了渔民的计划 石塘 浙江温岭市东南滨海处 一个古老的渔村极镇 现代渔业发展的困惑 同样摆在面前 陈祥田出生在石塘 人称老陈 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 浸渔期的等待是焦急的 因为那意味着收入锐减 过度捕捞 使得海洋的生态系统 也在发生着演变 此外 排屋口排屋 围田海活动 以及大量新建的流域水利工程 都在持续折磨着 近海的生态环境 海洋资源枯竭 是世界性的难题 自1950年起 全世界古老的渔城坪 有每年1800万吨 聚增到1亿吨 数以千万计的渔船 在掏空海洋 四分之三的渔场 被搜捕一空 鱼类根本没有时间长成大鱼 就被蹲上了人们的餐桌 海洋生物自然循环的节奏 完全被打乱 有人推算 以目前的进度 2050年的海洋 将无语刻布 虽然台风将直 但老陈和他的儿子 还是要做好远航的准备 老陈年纪大了 船长的位置 就让给儿子小陈 十几年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啊 就是当习惯了 反正到原本说 比如说出去 看到三辆好 还是挺累的 在这片海域 同样忙碌的 还有另外一个群体 这个在检测什么 这个检测就是说 他们船上写的那 那个网续 是不是符合呢 我们农业部 所规定的 最小的 海产品对我们的生存 至关重要 它为中国半数以上的人 提供了蛋白质 为了让渔业生物 得到充分的修养生息 2016年夏天 农业部渔业部门 开始广泛征集意见 希望将渤海 黄海 东海等海域休于期 延长一至两个月的时间 海洋物场 是政府早已启动的 另一项计划 投放人工鱼胶 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这个看似简单的 海底生态修复工程 却隐藏着 传统文明的智慧点 海洋牧场 如同草原种草一样 在过度索取资源 满足需求之外 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我们可以在 敬畏自然规律的前提下 利用现代科技 找到一种提高生产能力的新途径 八月的呼伦贝尔 碧草 蓝天 白云 铺就了这里最基本的色调 驻扎在呼伦贝尔肯区的近两百位科研人员 更多看到的 是草原美丽画卷中 潜藏的危机 这就是羊草 牛羊大量采取之后 它就减少了 减少之后呢 给其他的物种 流出来了生态位之后呢 别的物种就起来 它的恢复呢 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草原生态系统 是抵御风沙的屏障 对生态平衡和气候 有着巨大的调节作用 由于过度放牧 干旱等原因 中国90%的天然草地 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华中 天然草地打草了 它连年打 等不及优臣目测 落子成熟 就打走了 因为这片美丽的草原 一直缺乏适合本地 高寒条件的优质四草品种 2015年3月 由中国科学院22个研究所 近200位科研人员 组建的科研团队 在呼伦贝尔肯区 开始了生态草 牧业试验区建设 这片紫花牧虚地 是科研人员一块试验田 眼下即将进入收获季节 这多少有点倒浮了 最近这梁长雨下得又大 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 就是我们在种草的时候 要像种田那么管理那么去做 种农作物的时候 收获的是种子 种草我们收获的是 整个的身体上布的敬业 针对不同的天然草场类型 科研人员制定了不同的改良方案 通过云计算 智能检测等手段 检测土地肥力 污染等情况 实现了精准草叶和智慧草叶的融合 14 对 监测一个它的产草量 第二个它的那个生物端性 第三个呢 我们把样品留起来 还测测它的那个燃养价值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霍伦贝尔农肯集团草场改良前后 有了明显的变化 未经改良的草地 独草丝生 植被稀疏 经过修复的草地 阳草等优质木草 茁壮兴旺 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 就期待通过竹科研的介入 把我们这片草原 还恢复到它原来自然属性的这个面貌 这样的话呀 呼伦贝尔这个大的生态价值 一旦恢复 它草原的功能一再恢复 它经济的价值就出来 生态价值决定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决定民生 千百年来 牧民都用转场等方式 谨守草处平衡这道底线 牧民深知 一旦草原失去生态修复能力 草原上也就不会再有成群的牛和羊 科研人员的种草行动 在保持人畜平衡 古老智慧的指引下 试图用现代科技 提高草原的生产力 这项试验 如果得到大面积推广 草原上将重新想起 由古老智慧和现代科技 共同谱写的美妙牧歌 广西南丹八平梯田 因风鸾叠障 千莫纵横 和云南的哈尼梯田 贵州的嘉网梯田一样 被人誉为藏在深山深处的绝美风光 九月 稻花飘香 八平人最引以为傲的稻田 到了收获的时节 旅游用这个有机的米 然后它的市场价格很好 所以我们就 往这个有机米来种 妙城刚所在的合作社 共有78户 管理着200多亩农田 从种到收的每一个环节 他们都格外伤心 我要学那种 抗病比较强 口感比较好的那种品种 在稻田里劳作的年轻人 并非都是妙城刚合作社的人 而是来自南丹县的很多合作社 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在外面闯荡过 回乡创业的梦想 让这些曾经陌生的年轻人 有着莫名的亲近 这里是我们连世社园的基地 现在秋收农忙的时候 我就来帮着他们一起格道鼓 巴平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原生态气息 吸引了无数游客 聪明的妙城刚他们 并没有把喜悦 仅停留在巴平稻米的别样清香里 而是在稻田边 投资建起了这片花海 改造了这个花海 我们的收入反了十倍以上 最低十倍 产品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生产 除了产品之外 还被这些产品赋予文化的价值 消费者当上去之后 不仅仅是要消费农产品 也消费农产品生产的环境 如今在巴平人眼中 昆虫 杂草和粪 都是资源 一切都是从自然中来 又回自然中去 正是他们的传统劳作方式 造就了这一独特的农业生态系统 农民猜到一个更长的产品当中 分享农业增值增效的这种收益 这对农民提高收入 是有重担意义的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唯一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里 人是整个生态平衡中 千悲的一环 山 水 林 田 湖 作为生态要素 与人共同组成了 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 其中任何一个生态要素 受到破坏 人类都难以生存和发展 从青藏高原的水 到呼伦贝尔的草 从温岭的水产 到南丹的水稻 他们同时沿着 这条中国传统农耕文化 指引的方向 反谱归真 在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同时 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以此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和饭碗的安全 提供最根本的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